中文王在被商咒王囚禁在狱中时完成了易经 因此易经也被称为周易 文王注意是因为感悟到人类社会的规律 与大自然的规律有很多相通之处 但是为什么易经从一诞生就被蒙生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甚至成为算命的工具呢 关于几千年的易经都经历过哪些坎坷的遭遇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易经与命运 有一段历史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商朝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朝代 但是传传传传到商咒王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他的品性很差 暴虐无道 做出很多老百姓非常不喜欢的事情 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呢 反而比较欢迎周西伯 也就是周文王 为什么他叫周西伯呢 因为他是商朝封在西边的一个诸侯 周西伯很得民心 商咒王对他有点害怕 所以就假借一些理由 把他抓起来 关在幽里 周西伯被关的时候 他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说我有这么宝贵的人生经验 这是我长时间累积自己亲身体验的东西 如果把它丢掉了 实在是太可惜 我不如利用这段时间 我把它整理出来 将来也许对世界人有一些贡献 第二个想法就是说 周王这个人 他是说杀就杀的 他不会练到什么以前的前面 他不会 尤其这是厉害关系 因此他就知道 他是命在旦夕 商咒王叫人把周西伯的儿子 剁成肉酱 做成肉包 给他吃的时候 事实上他也知道 这就是自己儿子的肉 所包成的东西 但是他还是吃了 他不是很残忍 他不是那么忍心去吃他儿子的肉 而是他为了顾全大局 我要保住这条命 我没有办法现在就跟他对抗 我现在发作出来 正好上他的当 所以我就忍入屯身 我非要把我的理想完成不可 因此他就在脑里头开始写《易经》 替《易经》写一些经文 所以后代有很多人 一被关到牢里面去 就开始要写书 就是跟周西伯 也就是后来的周恩王学习的 周西伯 他把他人生累积起来的宝贵经验 透过六十四卦 卦谣 卦有六个谣 而每个谣 他都给他一些词迹来说明 就成为今天的《易经》 因为在夫西当年 他是没有文字的 那时候只有简单的符号 可以说是无字天数 真正成为《易经》 是周文王 也就是周西伯 他在牢里头 很费苦心 一个字一个字斟酌 一方面他是受到 周王的压制 很难能够畅首预言 有一点躲躲藏藏 有一点难言之隐 有一点说不出来的苦衷 但是他也替我们创造了一个 叫做留百姓 我在治理行间 我留了很多 可以拐弯抹角的空间 你看他写完以后 我相信很多人想改他 因为你只要能够改动他一个字 你就成名了 但是怎么样也改不了 就算里面有很多这样解释 那样解释 搞不清楚的 大家都非常尊重 周文王 所以他的经文 大部分都传下来 福西八卦图 因为没有文字 而被称为五字填书 后世有许多人 企图用文字 对八卦图进行注解 但较为完整的流传至今的 只有周文王所记的译经 所以我们常把译经 也称为周易 那么周文王是怎样 对福西八卦 进行文字注解的呢 他每个卦给他一个卦名 然后给他一个卦词来解释这个卦名 每个卦有六个窑 他每个窑都很费心的 把它注解给他一些窑词 六四四卦下来 居然完整无缝 环环相控 没有矛盾 而且可以复补 真是非常的难得 后来周朝推翻了商朝 周武王他就讲出一句话 他说 人为万物之灵 他讲这句话 其实是有很重很重的使命感 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 也就是周文王 把译经写完下来 主要是为了教化 但是在当时明治未开 而且商朝 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时代 你要一下子破除迷信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呢 他先把这个译经的宗旨 写出来 讲出来 所以一直传到现在 我们都知道有这句话 叫做人为万物之灵 只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 为什么要说 搞不清楚 就是人 他本来是动物的一种 但是既然身为人 你就要觉悟 我要拉开跟动物的距离 因为什么 因为义经告诉我们 人是天地之间唯一 能够帮忙天地 来改造这个世界的一种动物 这是我们的责任 文王这部古今 他是为了教化用的 但是在商朝这个时代 迷信那么浓厚的时候 所以周文王才会用朴式的词句 用朴式的形式来写姚词 有吉凶悔令无酒 这些话 替义经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 义经很不幸的 披上了一个神秘的外衣 但是你如果从一阴一阳之味道 你会觉得那真是太幸运了 怎么又会说不幸运 又会说幸运呢 周文王在狱中写义经 为了避免商斗王的迫害 很多话不好明言 只能用吉凶悔令等挂词 来解释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规律 结果是避兴这幅包含着 中华文明大智慧的书 从一旦升起 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但为什么又说 这是一种幸运呢 你看秦始皇要烧 所有的书的时候 人家就告诉避兴这本书 不必烧 他为什么不必烧 因为那是扑式的书 那是占卜用的吧 那是搞迷信的 民间使用的东西 可见义经用来占卜 是盛行了很长时间 所以秦始皇要烧的时候 他一听这种书 留给老百姓用 不要烧 义经因为本身的神秘 所以逃过了秦后 以至于有很多人说 你看义经正神 连自己有这一节 他都算好了 他都事先能够防备 我想这个也不必 这么把他省化 因为秦始皇 他总要留些东西给老百姓 他所要烧的是 那些读书人读的东西 他有他的用意 秦朝以后 汉朝起来了 汉朝最大的问题 就是把义经分成两部分 一个叫俗术 一个叫义理 这基本上就已经违反了 义音义扬之味道的精神 因为义经它是讲和的 所有的分都是为了和 我想这句话非常重要 太极可以生两仪 但是两仪怎么变来变去 最后还是回归太极的状态 一个是静止的 一个是动的 动了静 静了动 这样才有变化 我们为了研究方便 把义经分成义理 分成书数来研究 这个还无可后悔 如果直接聊到时候 数数是迷信 只有义理才是对的 我想也是有一篇直见 我认识一位学者 他一生就是主张 只有一理 只有一理 他非常讨厌什么算命 看风水 他那时候一派胡言 可是很不幸的 这位先生最后也是自杀了 可像一个人完全讲道理 他就少一个情子 他就很少有同情心 这个情理情理 它是合在一起的 完全讲理 讲到最后 大家会发现 有很多人 他是过分理智了以后 他连自己的生活 他都安排不了 那讲书数呢 就更可怕了 那真是义经的大不幸 可是我们民间所流传的 极少极少是义理的 义理多半在读书人手上 都说人家读了半天 他也不会用 所以人家说 你只会搞理论 然后民间 他所流行的都是什么 算命 看风水 显日子 甚至连信民学 他都搞到里面 他搞得红红火火 很热闹 你能说他们不对吗 你又能说他们对吗 谁也不知道 因为 他们利用这种 说难听点就是一些花样 老实外韩人感觉到我很神秘 所以我讲出来就是对的 他把义经推广得 非常流行 以至于今天一听到义经 说那你会算命 你可糟糕不糟糕 就好像把义理整个撇掉 事实上 读义经读到最后 是要明白道理的 你看今天我们一讲到八卦 马上就想到那是笑话 那就是什么 荒唐不济 没有依据 扯来扯去考不清楚东西 就叫八卦 这实在是愧对主线了 福西市根据对自然现象的观察 画出了八卦 周文王发现 人类社会的规律和大自然的规律是相通的 于是用六十四卦推演出世间的万物万象 但是义经流传到现代社会 几乎成为了一种做命用的工具 那么义经的真正用意到底是什么呢 义经它真正的用意 是希望我们透过我们对自然的观察 因为自然它有现象 我们眼睛看得到 全世界的人都在用眼睛看世界 到今天还是怎样 看出来各有心得各有体会 然后再提出一些 其实所有的学说都是从假设性的开始 叫做假说 我们用简单一句话 说抬头上词有声明 来使得每一个人有所畏惧 知道说我不能太放纵自己 我不能为了自己的需求而为所欲为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安全 为了纪律 为了方便 为了油销 你去旅游的时候 你听那些导游在告诉你这样那样 我们进庙的时候他告诉你这个门槛是不能踩的 当然不能踩啊 因为你人一踩 帮上去 头就碰到上面的 门岗上面了 那头破穴流 谁负责啊 可是你告诉他说你不能踩 踩的会头破掉 他一百个不想你 不会啊 他就踩 然后等到头破穴流 他埋怨你 这是人性嘛 所以我们就说你踩门槛 你会运气不好 大家啪啦不敢踩啊 那就安全了 不要踩门槛是为了安全 有门槛设计也是为了安全 说那个寺庙啊大门不能开啊 只有皇帝来才能开啊 我们想象看那个寺庙多半是在什么地方 多半是在野外 方商郊野 那个地方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强盗嘛 你强盗什么时候要进来 官兵根本来不及啊 那和尚要靠自己抵抗 因此他就知道了 我如果中门一开 那强盗一下进来 我挡都挡不住嘛 所以我中门关闭了 前面有一条小桥 两边有两个河 今天叫做放生池 然后我这两个边门开 导演听到 看到我边关边门来得及 安全有效方便 你看到尼姑会倒霉了 这种迷信呢 其实也是好意的 就是为了保护尼姑的安全 很多人不了解说 太这种 没有价值 怎么会没有价值 任何事情你用的合理 它都有价值 各位想想看尼姑 要不要出来办事 要不要出来买东西 要不要出来处理一些事情 总要吧 他一出来 外面只有两种男人 一种是农夫 一种是打猎的猎人 因为一般人 他不会住在尼姑湾附近 尼姑一出来 两种男人 一个是农夫 一个是打猎的猎人 这两种人体力度比较壮 然后一看这个尼姑 他觉得蛮漂亮 那尼姑就倒霉了 但是不安全 所以我们就说 看到尼姑会倒霉 你赶快不要看 那农夫一看尼姑赶快不看 打猎人一看尼姑赶快不看 尼姑就很安全 你如果朝这方面去了解 你就知道一阴一阳之味道 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 它是广为流传 而且普遍的在应用 已经的真正用意在于通过一些自然现象的规律 来了解人类社会的规律 并反省自己的处境和应该如何应对 就像寺庙里的一些规矩 虽然看起来有些迷信的色彩 但实际上有利于人和社会的安全 那么人的命运 是不是可预测的呢 求神拜佛 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吗 我们动不动就要求神拜佛 这种现象是不了解的 因为佛如果让你拜 他就会保佑你 那叫佛算什么佛呢 佛在访文里面 他的原意是教授 你看撒迦牟尼佛本来也是人 他说悟到道理以后 他就修成佛了 他就告诉我们所有的人 只要你误到道理 你又能够认真去做 你终究可以成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了解 我们求神拜佛 只是提醒我们神明在那里 你不要胡作乱为 你要好好管管自己 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品性 这就对了 如果你送一点礼品 你烧几个香 然后拜佛 佛就庇佑你们全家 那个佛就是贪官无利 那不成佛的 绝没有这个事情 有人跟我讲算命的很灵 他说我去算命 他说我会在一个海边 然后安定下来 那里风光很美 我的工作很稳定 我果然现在是这样 我说这时你受了他心里的暗示 然后全力去配合 你全国跑来跑去 你看这个地方是海边 这个地方不错 正好是他算准了 所以我就下来 就这么简单 你如果不配合他 他就不准 你配合他 他就很准 算命不是叫你听他的话的 你听他的话 那你变成什么 变成他的奴隶 他就变成你的主人 他就可以控制你 他就是你的主宰 那还得了 算命是说你算算看 我听听看 如果对我有利的 我就尽量去达成 如果对我无利的 那我尽量去避免 这才是易经告诉我们 屈局避凶的大道理 有一个人听到他有血管之灾 他就觉得很好笑 我那天就躲在家里 我就躺在船上 所有船门都给我关起来 你看我有什么血管之灾 结果他就躺在床上 没有想到外面能打弹弓 穿破玻璃 砰一下 打到他头上的镜框 砰下来 正好又是血管之灾 然后你说说真灵啊 算得到啊 躲不过啊 其实有那么严重啊 我那一年 他告诉我 有血管之灾 我就按照意经到那里 我就记决接受 我说我不要让他发生 我不让他发生 我就很谨慎 有很多地方 我一看不对劲 我就不去了 可见了 你相信不相信 我们讲陈正宁 意思就是说你相信他 你就要接受他的摆布 你不相信他 那你就可以防备 防备到什么地步 还是看你自己 所以我们回到 意经的人本位 这才是人类的尊严 我们神妙很多 动不动就求神 动不动就拜鬼 那人的自主性跑哪里去呢 如果说那样就可以发财 就可以平安 那什么事也不要做 那人类社会会进步吗 人们之所以去求神拜佛 之所以去算命 就是对无常的人生难以把握 希望能提前知道自己的命运 希望有什么神秘的力量 来保佑自己 避免灾祸 以经中的六十四卦 常见吉凶之词 所以被许多人用来战瓜算命 以保佑自己 趋吉彼凶 这么掌握了以经 真的能够趋吉彼凶吗 一经那句话 我们重复好几遍 叫做自天又自 机无不利 就是你自己去了解天理 然后你又顺从自然 你就会得到吉祥 你就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后果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所重在人 在自己 我没有悟到天理 我有没有去悟到自然的道理 其实义经就是把自然的规律 把它转移到人四方面的 转移 所以转移从哪里来 从自然来 自然那么有持续 是谁在管呢 如果复习是当年说神在管 那我们就产生宗教了 他说没有 这是阴阳的互动 它是自然的孕育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主宰 没有 我们现在从物理学上 大概可以了解到 那义经其实是比较接近正理的 就是说它有两种不同的力 这样子交付的去作用 那很自然就产生万物 而且它会不断的运行 义经它怎么能够那么神 你看我们用一个神 这就表示它很神机 它很神妙 它很高明 如此而已 因为它有三个特性 我们必须要说一下 它超越了所有什么神学 哲学 科学 它涵盖了那么多东西 是因为它有这三个特性 第一个 说起来 真的是外国人所讲的 很好笑 它是模糊性 它很模糊 因为就那么几个系统 就几个花样 几个符号 其他都没有 给你很大的想象空间 你怎么想 它都有道理 因为它简单明了 才能够做有这么大的 它这个模糊性 影响了中国人 很神 你看我们讲话经常不喜欢 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经常不喜欢 我们都是点到为止 第二个 已经有很大的灵活性 你看周文王所写的东西 我们这样解释也对 那样解释也对 所以它非常灵活 说来一年 怎么讲怎么对 怎么讲怎么不对 对的里面有一些不对 不对的里面有一些对 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影响太大了 各位真的要花点心去想一想 西方人 right is right wrong is wrong 不可能说对有错 错有对 它不可能 我们不是 因为它是分的 对错 中国人没有 中国人知道绝对对的部分太少了 圣人有时候也会犯错的 神仙打鼓有时候也会打错的 绝对错的人太少了 所以我们就有四个字 叫做圣断是非 是非要圣断 而不是明断 我们今天很喜欢用明断是非 很难 圣断是非 我们还有一个更妙的 叫做空白信 你看西方人画画 他一定全章都要图得满满的 否则就是未完成的作品 中文哪里有 中文一章 这里画一只鸟 这里画一朵花 那边点点点 说下雨 改个图章 签个名 他留下很多空白 我们认为 这个画家尊重看的人 他尊重我们看的人 你看一张画 他的意境是怎么样 十个人来看 十个不一样 我们才是符合自然的 那这样一来啊 我们就慢慢更深一层的 去了解 易经 以及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 可是这道学问 在很早以前 明智未开 知识不普及 你这样讲 谁听得懂 听不懂 所以易经本身的命运 也是很坎坷 也是很坎坷 跟易经里面所讲的 不断的出现贤阻 不断的出现艰难 是一样的道理 艰难贤阻 不是很艰难 就是很危险 就是受到阻碍 这样好不好 看起来不好 实际上这样才是好的 因为这样你才能够学习 才能够磨练 才能够尊敬自己 一个人从小到死都很顺 他等于白活了 他来这一趟干什么 他只学会四个字 吃喝完了 什么都没有 那就算什么人生 所以人生 经过更多的磨练 你才会更成熟 易经本身 也是经过磨练的 已经共有六十次卦 代表着宇宙中的六十四种情景 占卦其实就是一种定位的手段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了解卦象 明白其中的道理呢 请看下一集